我,毛山派掌门之女 因小时候吃了毛山祖师爷留下的大力神丹 从此立拔山河 这天,灵异管理局的局长上门招聘 开启了我手撕鬼之怒掰僵尸的工作日常 一 师兄,师姐,我下山去搬砖了 我舍不得你们 师兄师姐面上纷纷露出难舍之色 软软,我们也舍不得你 但这份工作可是有编制的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我点了点头,神情慢慢变得坚定 我爹带着欣慰的眼神看着我 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符露 我正伸手准备去接过符露 还是爹好,担心我捉鬼遇到危险 我爹却把手一转 把符露递给了灵异局局长 局长,小女力气有些大 这些符露请给和她共事的同事贴好 一定要贴好 爹,我现在力量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我拍了拍大师兄的肩膀 是吧,大师兄 大师胸口喷鲜血,对对 二,到了灵异局 局长把我交给了人事处办理登记 人事处登记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大叔 你的异能或者法术是什么 力气大,登记处的大叔头都没抬 力气大只能先给你评个D级 先从D级的任务做起 后面会根据你完成任务的情况提升等级 我点了点头 叮铃铃,桌上电话响了 大叔接完电话,神情严肃 毛软软,我们局刚刚接到一个B级任务 一所高中接连发生灵异事件 需要你们去处理一下 B级,我轻呼一声 我才D级,你放心 这次任务我们会派一个B级的同事带你 我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 三,带我的前辈叫雷百 是一位胖嘟嘟的雷系异能者 我拿出一张钢铁护身符递给了雷百 雷前辈,我力气有点大 这个服录你随身带着 雷百接过护身符,脸上憨憨一笑 软软妹子你放心 我们雷系异能者 肉身也经历过雷电强化 一般人伤不了我们的 这次这个B级任务,哥会罩着你的 不愧是B级大佬 比师兄师姐们厉害多了 师兄师姐,你礼貌吗 四,灵异局的效率就是高 不出一个小时就给我和雷百 办理了入学手续 刚进游览高中的大门 雷百的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 周一,上课时 无论课堂上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可以打断老师 周二,升起一试时 所有人必须穿黄色衣服 周三,审判时提取了一段记忆 必须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 周四,每个班上的班花 请到女校长的办公室集合 周五,雷百看向我 问我有没有收到这条短信 我摇了摇头,我没有手机 你没收到这条短信 不知道这个规则对你有没有用 我有些不解 规则,如果不遵守会怎么样 还没等雷百回答 一只面色惨白 眼窝里还在流血的女鬼 直愣愣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遵守规则就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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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豪潮 烦死了 我一巴掌往女鬼脸上拍去 轰个一声 直接把她拍进了学校的大门里 雷百摸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这好歹也是一只地级开门鬼 你一巴掌就给秒了 地级原来这么弱吗 每次一说有鬼要抓 我师兄师姐都开心的疯了一样 根本轮不到我 软软妹子 你刚刚说的那个福 咋用来着 我狐疑地看了眼雷前辈 刚刚不是说不需要吗 随身带着就行 雷百小心翼翼地把福放进了贴身口袋 今天正好是周一 我们先去上课吧 六,叮铃铃 周一,上课时 无论课堂上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可以打断老师 同学们都静若寒蝉地坐在位置上 有的同学甚至把胶布贴在了嘴上 对于我们两个新来的同学 有人也露出好奇的眼神 可是没人赶上前搭话 我和雷百找了靠前的位置坐好 静静地等待着老师的到来 书然 一条新红的长舌头出现在教室里 腥臭味随即蔓延开来 新红的舌头先是勾住讲台 然后用力一拉 一个苍白浮肿的脸出现在讲台上 他甩着两米长的长舌 不停地舔着飞板 看着这清奇的画风 先别惹怒他 我们静观其变 我立马双手摆在课桌上 乖乖坐好 长舌鬼舔完黑板 又转过身来 他黑而空洞的眼睛里 透露出残忍的目光 审视着座位上的同学 气 长小丽站起来 班上的同学纷纷往长小丽位置看去 目光中透露着同情 长舌鬼张大嘴巴 喉咙里发出一场尖锐的叫声 长小丽 听说你妈是在澡堂里 给男人搓澡的 拿着你妈卖身的钱 上学上的开心吗 长小丽的眼中 蓄满了泪水 他拼命摇头 长舌鬼发出呲耳声 你不说话 是承认你妈是在澡堂子里卖的咯 啪的一声巨响 我气得拍案而起 客桌被我拍得粉碎 笑死 我以为C级的恶鬼多少有些排面呢 原来还得靠脚舌根 逼人开口说话呀 同学们被我的举动吓了一大跳 纷纷瞪大了眼睛 爸 长舌鬼的脖子诡异的扭曲 眼神中带着嗜血的兴奋 他破罗般的嗓子 发出圣人的笑声 哥哥哥 你打断老师了 哥你爹呢 说完 我飞快地走到他的面前 一只手抓起他三米长的舌头 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发 啪嘰一声 长舌鬼还没反应过来 三米长的舌头就被我拔了下来 啊 顿时 长舌鬼淒厉的尖叫 传满了整个学校 长舌鬼恶狠狠地盯着我 他张大了嘴 似是要对我说什么 可一开口却变成了 阿巴阿巴 我轻蔑一笑 刚刚小嘴不是巴巴的 还挺能说的吗 现在怎么了 哑巴了 你这阿巴阿巴的到底什么意思 实在不行你 给我打个手语 文言 长舌鬼竟然真的手舞足蹈 打起了手语 我吃笑一声 才一挺多 可惜我看不懂 就 这下 长舌鬼被我气得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张开血盆大口 想把我一口吞下去 我乘机抓住他的嘴 直接塞得稀巴烂 看着他裂到眼睛的嘴角 和脸上挂下来的丝丝碎肉 我这才停下了手 我让你嚼舌根 这时一个弱弱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位同学 你能不能请就就其他班上的同学 我看向长小力 你的意思是 其他班也有长舌鬼吗 长小力点了点头 一共多少个班 17个 我又看向雷百 雷百点了点头 我和你一起去 10 我把长舌鬼的舌头别在了腰上 然后一把抓起长舌鬼的头发 一路把他拖到隔壁教室 此时隔壁教室正上演着 和刚刚一样的场景 长舌鬼二号正不停逼迫同学说话 看见我们闯进教室 长舌鬼二号脸上先是诡异一笑 紧接着他的视线 就一到了被我拖着走的长舌鬼一号身上 诡异的笑容随即凝固在了他的脸上 地上的长舌鬼一号也没闲着 飞快地给长舌鬼二号打了一段手语 长舌鬼二号健壮 直接想跳窗逃跑 可是我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 一阵杀猪般的叫声后 我的腰上又多了一条舌头 还别说 这个造型还挺别致 11 很快 17个长舌鬼都被我拔掉了舌头 雷百看着地上被我拖着 犹如拖把的长舌鬼 对我竖了个大拇指 软软娘 这是七条舌头 可以合聚力换不少积分了 升个C级肯定不成问题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雷前辈 这是七个长舌鬼 怎么处理 雷百迟一道 为了正常进行后面的规则 先放他们走 你拔掉他们最厉害的舌头 他们已经不足为惧了 我点了点头 散开了抓住长舌鬼头发的手 都给我老实点 长舌鬼们面露惊恐 连滚带爬的溜浪 叮铃铃下课铃响了 周一安全了 同学们恐惧的脸色 终于恢复了正常 我和长小丽回了宿舍 临走时 雷百还提醒我 明天要记得穿黄色的衣服 十二 周二 升起仪式时 所有人必须穿黄色衣服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开始翻我的行李箱 翻了半天才发现 行李箱里 只有一件毛衫道袍 是黄色的 也不知道 我爹在道袍上 试了什么法术 整个道袍闪闪发光 闪瞎了眼 想起了雷百前辈 昨天的提醒 我还是把道袍穿到了身上 一路上 寝室的同学 被我金光闪闪的道袍 晃得频频侧目 到了楼下 雷百前辈 看到我的道袍复叹息 你还有其他黄色的衣服吗 我摇了摇头 你这道袍一穿 今天的鬼怕是都不敢出来了 雷百前辈试探了的 问了我一句 要不你还是把道袍换了吧 好吧 我上去换了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然后从乾坤袋里 抽了一条长手鬼的舌头 在腰间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十三 操场上想着运动员进行曲 同学们听到铃声 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了操场 一眼望去 黄茫茫的一片 所有的同学都穿着黄色的衣服 除了我 我随意地打亮一圈 昨天的十七只长手鬼 此时正打着手语 维持着每个班的纪律 真是身残之间 而操场主席台上 站着一个身穿黄色背心 染着半头黄发的中年秃头男 正一脸严肃地 看着台下的同学 轻声道 台上的是一只黄腹鬼 隐隐有突破B级的趋势 不要掉以轻心 黄腹鬼最喜欢穿黄色的衣服 难怪今天的规则 是要穿黄色的衣服 这个鬼很厉害 他要是开口对一个人笑了 被他笑的人一定会大病一场 雷百的话刚说完 主席台上的黄茎开口了 请各班班主任 检查下各自班级的衣容仪表 如果有人没穿黄色衣服 请把他们带到主席台上 明天接受审判 十七只长手鬼 穿梭在各个班级中间 开始检查 等长手鬼一号检查到我这边时 他的身子忽然轻颤一下 然后直接绕开我 飘走了 嗯 不是说要带上台吗 他怎么跑了 十四 很快 三位同学被长手鬼 带到了操场主席台上 两男一女 其中的一男一女 穿着白色的情侣装 女生的眼睛空洞的 没有一丝情绪 仿佛只是一句 失了魂的美丽去翘 最奇怪的是 他的肚子鼓得 像个快要炸掉的气球 而一旁的男生 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女生 眼中的心疼之一藏都藏不住 离他们不远处的另一个男生 正在甩头吹刘海 五彩斑斓的长发 配去黑的眼影 黑色阿迪王T恤 配卯丁的皮马甲 脚上蹬的是一双亮的 可以当镜子的金色切尔西战靴 沙马特男孩 又怎么会被区区规则束缚呢 我很好奇 所谓的审判到底是什么 于是 在全校同学的注视下 我慢悠悠地走上了台 十五 在我上台的时候 黄奇也在看着我 他死死地盯着我腰间的蝴蝶结 就在我以为 黄奇要剃长手鬼出头的时候 他面无表情地把头转开了 黄奇拿着话筒 露出了一口大黄牙 明天是周三 也是我们的审判日 请记住台上这四位同学 明天将在多媒体教室审判他们 审判规则已经发到你们的手机上了 十六 升旗仪式散场之后 雷柏赶紧拉着我分析周三的规则 周三 审判时提取了一段记忆 必须是一件好事或是一件坏事 住 全校投票 一好是二 坏是三 不好不坏 如果选项三胜出 一目五先生会在你睡觉时出现 为了公平起见 老是每人五十票 我看着雷柏手机里的短信 开口问道 雷前辈 一目五先生是谁啊 一目五先生又叫五奇鬼 一共是五只鬼 五只鬼中 有四只鬼没有眼睛 只有一目鬼有一只眼睛 其他四只鬼无法离开一目鬼 一切都听从一目鬼的命令 我打趣到 这鬼还整个组合出道 雷柏的神色却并未轻松 你可不要小看着五奇鬼 他们会在人睡觉时 用鼻子闻人的味道 被第一只闻过的人会生病 等第二只 第三只鬼去闻 那个人的病情就会越来越严重 等第五只鬼闻过之后 那个人就会死去 我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 被审判的记忆如果是不好不坏的 就会被五奇鬼杀死 雷柏回应道 是的 因为五奇鬼不伤善人 也不伤恶人 只伤害不善不恶 无福无路之人 还有 我刚刚打听了一下 全校一共一千个学生 也就是一千票 而老师加一起也是一千票 我弯起嘴角 还真是期待明天啊 十七 周三 我和雷柏来到多媒体教室 此时 偌大的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同学 昨天的情侣和沙马特男孩 已经站在了台上 他们身后是一块巨大的屏幕 几乎和电影院里的大荧幕一样大 黄奇拿着话筒站在一旁 他身旁摆放着一圈未点燃的白色蜡烛 环绕着森森鬼气 第一个接受审判的 就是情侣中的女生 黄奇把话筒递给他 阴森森地开口道 这位同学请坐下自我介绍 他拿起话筒 默然地说道 我叫李小雅 今年十六岁 李小雅的肚子比昨天更大了 眼白全无 像是彻底失魂 黄奇让他站在了那圈白蜡烛里 他开始点那圈白蜡烛 直到最后一根白蜡烛被点燃 一阵鬼气直冲屋顶 随后 教室大屏上出现了李小雅记忆 十八 咚咚咚 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 李小雅和另外十六个班的班花 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大门 刚敲了一声 门就开了 明明是大白天 可是校长办公室一片漆黑 寂静森然 女校长穿着墨绿色的旗袍 坐在办公桌前 犹如一道若有似无的影子 脸色阴冷 忽明忽暗 看到李小雅等人进来 他并未开口 而是走向身后 只听见沉闷的沙沙声传来 像是虫木被推开的声音 煞时 一个嘶哑的男生开了口 点灯吧 简单的三个字 惨烈的像是夜猫悲鸣 尖利刺耳 李校长摸索了一阵 点了一根白蜡烛 办公室的全貌 终于出现在大屏幕上 可眼前的这一切 让整个多媒体教室的同学 都吓得胆烈魂飞 台下的同学惨白着脸 指着屏幕止不住的颤抖 火草 僵 僵尸 十九 人死后僵而不服 视为僵尸 作为毛山派弟子的我 对僵尸还算熟悉 僵尸的进化等级 紫僵 白僵 绿僵 毛僵 非僵 再往上升 就会变成汗拔 终极形态就会变成头 屏幕里 一个全身长满黑毛的毛僵 正从棺材里站起来 这是一个身形矮小 双眼赤红 脸部干扁扭曲的僵尸 露出两颗身长尖牙 和青黑色的锋利指甲 像是随时可以手撕活人 毛僵是出了名的铜皮铁骨 修为越高 身体越坚硬 且不拒反火和阳光 此时 大屏幕里的毛僵正赤红的双眼 邪恶的打亮着眼前的花季少女们 最后抬手缓缓指向了李小雅 女校长示意 其他女生都可以出去了 接下来 李小雅零碎记忆 充斥着破碎 不堪 痛苦 绝望 混乱 二时 李小雅男友看着屏幕 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青筋爆起 可在李小雅支撑不住晕倒的那一刻 她还是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我再也抑制不住滔天怒火 准备直接冲去校长办公室 撕了那两个鬼畜生 黄奇忽然低声道 校长只有周四会在办公室现身 你现在过去 连她办公室都找不到 我看着说话黄奇很是奇怪 她怎么会帮我 台下的雷白也用眼神示意我不要冲动 我狠狠握紧了拳头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二十一 接下来是李小雅的投票环节 现场举手表决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一好事 十三票 二 坏事 一九二七票 三 不好不坏 五十票 我一把抢走黄奇的话筒 刚刚投好事的那十三个人 PM的都给我站出来 一群小混混打扮的人 吊儿郎当的站了起来 站出来就站出来 会法术就是人上人了吗 投票自由懂不懂 法术不就对鬼有用吗 我可是人 听说异能者 修炼者要是对普通人使用法术 会被禁止瞬间打死呢 我阴沉着脸 一字一顿的说道 原来不会法术和异能 还会有这种好事 二十二 混混中的领头人脸色一变 你不是修炼者 不可能 我明明看到 我走到他面前微微一笑 看到什么 是这样吗 我凌空一掌 直接拍到他的右手臂 啊 一声惨叫 小混混直接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跌跌果然高瞻远瞩 我的控制力道精确度 还是差了点 毕竟我只想吠他一只手 他却飞走了 刚刚还很嚣张的混混们 顿时牙火了 可是我左右开弓 掌掌如神 教室里 砰 突 啊 轰 咔嚓声 此起彼伏 雷摆健壮 赶紧来拉我 软软 再打他们就真要死了 二十三 雷前辈请放心 他们死不了 说完 我往每个混混嘴里 塞了一颗治疗丹 毛衫特供 只知内伤 不宜皮外 既然你们觉得这是好事 那明天就打扮成斑花 和我一起去校长办公室吧 扔下这句话后 我就再次回到台上 下面接受审判的情侣中的男生 他叫颜琪 他提取的一段记忆 是在照顾已经神志不清醒的李小雅 这次投票很顺利 几乎全投了好事 二十四 审判完延期之后 视频里出现了非主流男孩的记忆 他自称冷少 一群沙马特男孩 占据了整个网吧的半壁江山 整齐滑衣地玩着2Q炫武 劈里啪啦 他 画面一转 教室大屏上出现了2Q炫武的画面 你问我什么是孤独 250毫升的吊水 一拱是3294滴 哇 这段记忆很难判定是好事还是坏事 举手表决的时候 我率先投票给了好事 然后狠狠地瞪了一眼长舌鬼门 长舌鬼门飞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加上很多善良的同学也一起投了好事 冷少也算勉强过关了 25 终于到我了 我走进已经熄灭的白蜡烛圈里 黄旗照例开始点蜡 可不知为何 蜡烛怎么都点不着 太费了 我一把抢过黄旗手中的火柴 还是我自己来吧 1381 啊 1382 啊 1383 啊 随着一声声沙哑的尖叫传来 教室大屏幕上终于出现了我的记忆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年仅七岁的我懒洋洋的坐在草地上 一具绿毛僵尸躺在我身旁 而我正开心的一边拔着僵尸的绿毛 一边数着数字 一旁的师兄师姐还在不停地吹着彩虹屁 师兄 软软好厉害 七岁就能数到一千多了 二师姐 师兄 咱可说好了 单数你请 双数我请 绿毛僵尸 这段记忆把同学和长舌鬼们看得一愣愣的 就连一直面摊的黄旗都面不抽筋 最后我以两千票好市的殊荣 通过了审判 群众的眼神还是血亮的 二十七 软软 这次任务的等级已经远远大于B级了 据我判断 刚刚出现的女校长已经突破了A级 而那个僵尸应该在S级了 S级就会有自己的诡异 在他的诡异里 比他等级低的无法使用异能和法术 雷百说完就掏出手机 我们还是向局里请求支援吧 我点了点头 学校里那么多同学 局里来人更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可是雷百设了好几次 电话拨不出去了 这下 雷百的脸色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软软 看样子 咱们这次只能靠自己了 二十八 周四 本来我只想带着十三个小混混 去校长办公室的 可是黄旗却告诉我 十七个斑花是开启校长办公室的钥匙 正在我犯男带谁过去的时候 冷少第一个站了出来 接着就有了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女生们眼含热泪给他们化了妆 换上了花裙子 谁也不知道这次去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正在大家都十分伤感的时候 冷少开口了 果然能配得上我冷少的 只有女装的我 二十九 我带着一群斑花 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门 雷百则负责保护剩余的同学 门直嘎一声 开了 办公室一如李小雅记忆里那般阴暗 一股强大的怨气包围办公室 女校长还是坐在那个位置 不过这次 她化了一袭红衣 见我们进来 女校长并没有抬头 她飘到了办公室的一口棺木旁 推开了厚厚的棺材板 黑毛将慢慢的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点灯吧 闻言 女校长再次点了一根白蜡烛 毛将一如此网的 打亮着眼前的花季少女们 邪恶的眼神来回打亮好了几遍 手抬起又放下好了几回 最后她指向了冷少旁边的小混混 三十 小混混彻底猛了 她两条腿不停地打着哆嗦 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 求求 救救 我 还没等我开口 一旁的冷少不干了 你这个僵尸生前生是瞎子 真是山猪吃不了细糠 女校长和黑毛将显然没料到这出 诡异的脸上都出现不自然的表情 但是刹那间 女校长的眼睛变成是血的红色 她的头发瞬间爆肠 像一条黑色的蟒蛇 瞬间把冷少死死地裹住了 三十一 眼见的头发越收越紧 我从乾坤袋中取出掩月刀 直接一刀 把女校长的头发披成二半 冷少跌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丑人多作怪 这句话 直接点燃了女校长的怒火 一声淒厉的叫声 响彻整个学校 给我死 说吧 飞速朝着冷少飘来 我抡起拳头 使出权力重重地 朝女校长的脸上砸去 这一拳 我并未收着力 雷百叮嘱过我 女校长可能已经是A级的厉鬼 我必须先使出权力解决掉她 毕竟 后面还有一个S级的黑毛僵尸 砰的一声 女校长被我一拳轰飞到了墙上 不过 她并没有像那只D级的看门鬼一样 瞬间被我打得灰飞烟灭 但是看样子也受了伤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然后转头露出祈求的眼神 看着黑毛僵尸 32 结结结 黑毛僵尸先是一阵怪笑 然后开口道 你身上毫无法术和异能的波动 竟然能伤得了翠花 扑 哈哈哈哈 翠花 嘴见的冷少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 翠花忧愿地看了一眼黑毛僵尸 身上的怨气更重了 要不是忌惮我 估计早就把冷少撕个粉碎了 黑毛僵尸并未理会冷少 而是盯着我手上的掩跃刀 你是体修 否则这么重的刀 你根本拿不起来 这把刀倒是把好刀 看着也有几百斤 不过他根本伤不了我 说完 黑毛僵尸就露出清黑的指甲 直直朝我扑了过来 33 我一刀劈出 狠狠地砍向了黑毛僵尸的脖子 只听得吭的一声脆响 我那把几百斤的掩跃刀进耳中舌 而黑毛僵尸却毫发无损 我把手中的掩跃刀扔掉 再次全力挥拳而出 狠狠地砸向黑毛僵尸的头部 黑毛僵尸似乎对自己的铜皮铁骨很有信心 见我挥拳而来 根本不做躲闪 砰的一声 我结结实实打在了僵尸的脸上 他被我打得向后退了几步 但很快就稳住了身形 要是你只有这一点本事 那你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了 34 锋利如刀的指甲 再次朝我次来 带着破空的风声 力道很辣 我凌空一脚 向他胸口踢去 我知道 这一脚根本伤不了他 而我也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黑毛僵尸被我踢了亮亮枪枪了几步 而我乘着这个机会 撕下了我爹贴在我身上的符咒 在我误实毛山祖师爷留下的大力神丹 又差点失手 把我掌门亲爹给一掌拍死的那天 我爹连同门派老祖 一起给我画了这道符咒 乖女儿 每天打架打不过了再摘 现在我摘了 35 空气中出现一阵诡异的波纹 虚空一抖 我的身后 进去献出了大力王神 杨简 法号清源妙道真君 当然 这只是清源妙道真君的一缕残魂 可这一缕残魂的威压 已经把黑毛僵尸吓得跪下了地上 丝毫不敢动他 那就承他并要他命 势如披竹的一拳再次轰出 风声呼啸 空气中响起噼里啪啦的爆炸声 周围的空间似乎都被这拳扭曲了 力道之大 直接把黑毛僵尸的胸口轰出了一个大洞 黑毛僵尸被我轰倒在地 奄奄一息 大根 翠花惨叫出声 瞬间扑了过去 一旁的冷哨还不忘阴阳怪气道 翠花配大根 你俩还真是绝配 36 求求你 大师 不要伤害大根 翠花跪倒在地 拼命地磕头求我 大师 我们本是这个学校的一对可怜人 我抬起脚 狠狠地踩在了黑毛僵尸的下半身 扑的一声 烂肉四箭 翠花惨糊哀嚎 不停地磕头求我 谁有空听你的那些烂故事 都给我去死 下一刻 可瞬间被我像纸一样撕了粉碎 37 我把刚刚那拿掉的符纸 再次贴在身上 回到了教室 见我们平安回来 女生们喜极而泣 几个热情的女生 直接给我了一个大大的熊抱 雷白也激动地手舞足蹈 软软针牛 现在只要把周五的规则给干掉 我的第一个任务也算顺利解决了 可是周五就一个问号 着实让我和雷白都摸不着头脑 放心 周五没什么危险的 大家都是梦到自己在操场上 然后过了一会就出现了另一个自己 嗯 然后梦就醒了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我和雷白对视一眼 明白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38 周五晚上 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等我再次睁眼 发现我已经出现在了学校的操场上 果然和同学说的一样 我的身边出现了另一个我 我看向身旁不远处的两个雷白 开口问道 什么是孤独 其中一个雷白立刻回答 是3294D 另一个雷白级的团团转 我才是雷白 软软 你别信他 我的眼睛在两个雷波之间来回审视 我之前给过你一张护身符 拿出来给我看看 39 任何东西都可以假冒 唯独我毛山钢铁护身符是做不了价的 因为每张钢铁护身符都是我爹亲手所画 每张符上都有九道符文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造得出来的 两个雷白同时递给我一张钢铁护身符 看到符咒后 我立刻确认了 那个说出3294D的雷白才是冒牌货 我正准备出手 雷白一拍大腿 像是想起了什么 软软 这是复刻梦境 是造梦者 40 复刻梦境 造梦者 雷白点了点头 传言造梦者非常的强大 可以随意穿越到任何有梦的地方 我们现在所处的梦境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复刻梦境 如果你打不过被复刻出来的自己 那么复刻的人就会替你醒来 但前提是 造梦者的修为要高于被复制出来的人或者物 否则就会像刚刚的符咒一样露出破绽 雷白神色凝重 我曾经看过一份保密文档 华夏已经没有造梦者了 这恐怕是一劫入侵 41 啪啪啪 一阵鼓掌声响起 冷少边拍手边从人群中走来出来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区区低等面位的华夏 居然有人能知道造梦者 还知道我的复刻梦境 雷白晨声问道 你就是造梦者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冷少笑了笑 反正你们马上要死了 告诉你们也无妨 我们早就看中了华夏的金矿石资源 我只是作为先锋刺探情报 刚刚我已经接到指示这场梦境 我会让所有复刻者取代你们 成为我在华夏最忠实的眼线 42 我缓缓地摘掉了身上压制力气的符咒 我真的很好奇 明明昨天你已经看到我的实力 你怎么敢的 冷少看到我摘符咒的动作 丝毫不掩饰面上的不屑 周一到周四你都是在我的恐怖梦境里 里面的鬼屋只是我随手造出来的 就这样你都需要拼尽全力 你以为摘掉符咒就能打得过往 你的保命手段不过是一丝神的残魂 冷少狭长的眼睛瞥了我一眼 傲慢道 别说残魂了 就算你们华夏的真神来了 都拒我三分 43 你也陪我华夏真神出手 空气中出现一阵诡异的波纹 我的身后再次具现出了大力王神 杨简 弟子三毛真君做下毛软软 恭请清元庙道 真君借一心爱之物 一个清朗威严的声音响彻天际 可是要借本座神兵三尖两刃刀 弟子想借笑天犬一用 云 记起笑天犬 44 白毛细腰 形如白相 远天之外 笑天犬破空而来 梦境中 气息瞬间暴涨 连空气都扭曲了 笑天犬 给我吞了这梦境 接下来的发展 让冷哨始料未及 笑天犬只是一口 梦境就破了 刹那间 冷哨蹊跷流血 受了重创 所有的同学 从瞬间梦中苏醒 45 天色已经大亮 阳光正好 我飞奔到冷哨的宿舍 雷白也紧跟其后 刚刚在梦境里 还极其嚣张的造梦者 此时正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 见我们来了 造梦者垂死挣扎 不可能 你们怎么破得了我的梦境 我失声笑道 天狗连金屋都能吞 何况一个区区梦境 出门也不打听打听 就赶来华夏造刺 想不通没事 以后采缝纫机的时候 你慢慢想吧 46 把造梦者上交国家后 游览高中的梦境 彻底消失了 林义局牵头 找了华夏最专业的 心理学专家们 给游览高中的同学 进行心理疏导 而我也算圆满地完成了 我在林义局的第一次任务 林义局局长办公室 我正金微作 恭喜了 毛软软 游览高中的任务 已提升至华夏最高保密级 你的等级 也将提升至最高保密级 叮铃铃 局长办公室的电话响起 什么 发现了高等位面的通道 局长面色明重 神色殷勤 毛软软 你想不想去趟高等位面 我 有出差补助吗 有 去 全文完